本期为大家介绍一部宽容与惩罚的电影《推销源》 影片一开始,一座居民楼突然被标注为微楼 在住户还未来得及撤离时,楼下的挖掘机就强行运作着 男主是学校的文学老师,各余时间和妻子表演话剧来赚取多一份的生活费 这一天在表演话剧时,一名女演员因为出色地饰演了一个风流女性 反而遭到了对手的嘲笑,只因为女演员是个被丈夫抛弃的单亲妈妈 在这个条件下,竟联想到女演员最适合这种角色 感到被羞辱的女演员只能霸眼气匆匆地离去的 而其他人却没有一点挽留的意思 因为房子被强拆,男主和妻子在话剧团长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个临时的住处 由于上一任的女住户刚刚搬走,未能及时取走遗留在小房间的物品 而男主的物件又比较多,只能强行将上一任住户的东西搬到的外面 没过几天,突然下起了大雨 上一任住户却始终没有来取物品 此时的男主已无心照看被强行搬出的物品 只能从邻居那里询问了一些关于住户的信息 没想到住户是个经常带不同男人回来的风流女儿 直到几天后,妻子在家收拾东西准备洗澡 却听到的门链响了起来 想一没想就以为是丈夫回来的 直接打开房门走进的浴室 过了一个小时后男主才回来 却因为忘了钥匙被困在楼下的大麦 经邻居的帮助,才打开大门上了牢 结果发现一地的鲜血 居然延伸到自己家中的浴室 而此时的妻子已经躺在医院的手术室 问了对门的邻居才得知 家中来了一个陌生的男人 而凶手很可能就是上个住户经常带回家的男人 经过这件事之后的妻子 有了一些恐惧的阴影 男主为了找寻凶手 又通过团长打电话给女住户 结果女住户却始终不肯接电话 而妻子又似乎在隐瞒一些案发时的细节 不仅不让男主报警 还不停地缠着男主 就在男主无奈之时 却在屋内发现了一把车钥匙 还有一打多出来的钱 原来这些钱是凶手留下的 而凶手在逃跑时又落下了车钥匙 经过寻找 才在附近找到的凶手的货车 男主二话不说 就将货车放在了邻居家的车库 可是等了很久 也没等到凶手来取车 又因为邻居需要收回借用的车库 妻子只能将货车停在了外面 当男主下班回家后 却发现货车已经消失不见了 甚至得知妻子用了凶手的钱 做了晚餐 原来妻子并不知道 钱是凶手留下的 男主二话不说 就扔掉了肮脏的食物 经过一番寻找之后 男主终于在面包店 找到了凶手的货车 只见车主是一个年轻的送货员 一路的跟踪之后 男主想了个法子 借运货为有 足用了对方的货车 并将地址约在了 之前所住的Viddle那里 然而到了约定之日 钱来的并不是送货员 而是一个老头 原来老头是送货员的老丈人 得知老头与送货员的关系后 男主注意好心 将送货员欧打妻子的事 说了出来 而老头听报 却紧张地要离开 男主为了防止老头通风报信 便阻止了老头 又逼着紧张的老头 将送货员约到了这里 此时男主看着老头 愈发觉得不对劲 便逼着老头脱掉了鞋子 结果竟发现老头 那只受伤的臭脚 原来老头就是 欧打妻子的凶手 并因为逃跑划伤了臭脚 而下门的血色脚印 正是老头留下的 此时老头开始为自己辩解 坚持自己并没有进入浴室 更没有费里 因为惊吓而摔倒昏迷的男主妻子 而男主却显然不相信 直接将老头困在了房间内 当妻子赶来后 老头竟然心脏病病发 差点挂掉了 看着受害的妻子 老头也终于默认了费里的事实 并因为悔恨不已 在事后留下的一打钱 作为补偿 此时的妻子 因为害怕被羞辱的事 传到外界 竟然要男主放了老头 而男主已经提前 将老头的家人喊了过来 决定当着老头家人的面 对老头进行一番羞辱 可是看着老头的女儿女婿 还有一个爬不动楼梯的老伴后 男主却犹豫着 要不要揭发老头 就在老头一家 感谢男主救的心脏病发的老头后 老头竟然当没事发生一样 直接离开了 怒火再次被激起的男主 决定放了老头的家人 并在私下将老头的车钥匙 和脏钱还了回去 出于对老头原罪的惩罚 也只是给了一巴掌 然而老头在离去时 却因为心脏病 直接死在了楼梯口 到此影片便结束了 接下来说一说 片名推销员的意义 男主是个文学老师 传播一些人人平等 互相尊重的外界文化 在话剧中 男主又饰演一个 受困于家庭和梦想问题的推销员 其话剧中的剧情细节 又和现实中妻子遭遇的是 互相对称 生活中无法直接发泄的情绪 便被转移到的话剧中 有怀疑和无奈 也有冲动与愤怒 然而当事发后的道德问题 来到男主自己的身上后 男主也无法抉择 是选择宽恕还是严惩 最终做了一个折衷的办法 既不明说老头羞辱的事 又间接地惩罚了老头的良心 再来说一说女主 因为本土文化的熏陶 女主害怕丑事被传播 既不希望报警又不要男主追查 再加上车钥匙和葬钱 才导致男主疑神疑鬼 最终选择了一个近似于饲料的方法 放则了老头 可结果却阴差阳错地酿成了 无法预知的后果 则是男主和妻子的情绪 就像话剧中追去梦想 失败而自杀的推销员一样 人还活着 可欣已已经因为这件事彻底死去的 话剧中 妻子用推销员死亡的保险金 还了生活中所有的债款 可对于现实中的男主和妻子而言 却因为误杀老头 欠了一笔良心债 喜欢的朋友们 记得关注评论转发一下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